還要了解到的就是大缺工時代 我們台灣有些產業面臨到了危機 現在勞動部要出手來解決 所持有四大的產業 開放了一公民額 什麼時候開放 請教書函 好 謝謝浩婷帶大家來看一下 最快應該是6月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到底是哪幾個產業 首先看到四大產業 幫大家整理出來 那麼第一次首次來開放的是 包括農業裡頭的林業的部分 還有製造業的部分 首度開放的是民間營造的部分 所以這兩個都是首度來開放的 在農業的部分 預計會增加6000人 這樣的一個人數 主要你可以看到 還包括10人以下農戶 也調高了本外勞比 來到了1比1的部分 接著是機構看護 我們也知道現在高齡化 所以這方面的人才是非常缺乏的 那預計會增加14000人 由這個許可床位的數量 來做一個核算 那本外勞比呢 也是調到一個1比1的限制 那本勞數是含護理以及看護人員 都算在裡頭的 那營造業剛剛也跟大家提到了 民間營造的部分 也首次來引進外勞 來補足人力缺口 所以這一次預計是會有8000人 那麼製造業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要增加600人 包括了水產加工 豆腐製造 金屬產體的部分 從原本合配的比例是15% 要提升到20% 所以預計這一波會增加2.8萬人 剛剛提到了最快應該是6月份 會來進行推動 不過推動擴大這樣的一個名額 其實並不是問題 相關分析就表示了 後續管理才是最大的一個挑戰 跟最大的一個隱憂 主要到底是為什麼呢 你引進外勞之後呢 資方就有恃無恐 他沒有辦法確實的 可能沒有辦法確實的去改善 實質的就業環境 因為他認為反正本勞不做 那外勞願意做就好了 那再來呢 還有什麼樣的問題 就是外勞在台灣可能會有語言 文化等等的隔閡 所以後續如果大量來引進 也可能會產生管理的問題 那先生呢 也看到內需比較重要的是 飯店跟餐飲業 這一次不在名單當中 那現在餐飲業者就表示 是不是政府要來嚴加的來考量一下 因為一旦一直的調薪 真的不是辦法 最後成本還是要轉嫁在價格上面 所以現在是招募新鮮人 二度就業或者是飲法族 來加入其中希望可以來補足相關的短缺 好 剛剛舒翰提到的是缺工的問題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看看營業額了 餐飲業跟飯店業走過了三窮四絕 還有包括這個月的五月暴稅季 會不會下半年的營收 還可以期待後市砍橋 確實相照於四月份 其實四月份表現已經相當好了 只不過說機期就會因此被拉高的一個情況之下 可能要有兩位數的成長比較不容易 因為四月我們知道有清明節 然後這個零售已經來到3697億 年增幅來到7.5% 然後還有母親節 這個餐飲815億 年增幅來到31.4% 雙雙都創下了歷年同期的一個新高 那預估五月內需還是非常暢旺的一個情形 但是第四季就會面臨高機期的挑戰 到下半年的表現恐怕就會縮減到各位數了 那另外在半導體的部分 目前台中院表示 四月份整體的產業電力景氣燈號 還是連期走衰的一個狀況 所以整體的需求其實沒有提升起來 所以半導體用電成長不到4% 也創下了三年半的一個新低 主要到底有三大原因 第一就是晶片需求現在持續下滑 因為手機跟NB的需求一直是疲軟的 再來就是大陸疫後復蘇還是持續放緩 供應鏈區化庫存 現在比預期的還要來得更長 依舊是三大比較轉區下行的因素 持續在發酵當中 的確包括了半導體產業 以及包括像是科技也都展望今年的第三季 那麼英特爾執行長基辛格 他也說對下半年的發展很有信心 再交給你 確實是這樣子 我們來看一下基辛格他已經上任 來接任CEO之後第四度訪台 大家都在想說 他這次會不會跟台積電的劉德英來碰面 不過他表示這次沒有安排來會晤台積電的高層 當然英特爾是很有指標性的大廠了 對於未來的展望也備受大家的關注 我們來看到他提到哪些重點 第一景氣發展 他表示無二戰爭還有美國通膨還是在高檔 所以不好的這個季度會持續的延續 恐怕還有幾季的時間 那麼下半年因為有開學跟耶誕 所以有成長的訊號浮現 再來就是應該要來做一個平衡有韌性的供應鏈 避免再發生斷鏈狀況 在美中緊張關係之下企業應該要扮演好橋樑 所以七月他會到大陸去出發 而且他力拼四年要達成五個製程的節點目標 他認為是不變的 在晶圓製造封裝軟體能力上 希望2030成為第二大業者 除了財經重點 歡迎掃描旁邊QR Code 下載TVBS的新聞APP 掌握更多資訊 以上是今天新經濟